他说正三角形线圈 边长是根号32L 所以他的高 H 是等于A 根号32L 乘以cos 30度 2分之根号3 所以是等于L 这个长度是L 高是L 总电阻是等于R 现在以等数V 前进 通过宽度L的均匀磁场 时间等于0的时候 是这个状态 线圈恰到达磁场边界 如右手措施 则下面叙述哪个正确 A 他说0 T 小的V分之L 电流方向为逆时针 我们看 当这个线圈进去以后 磁通量往里面 那越来越多 所以感应电动是往这里 所以他是逆时针 这是对的 A是对的 B B 他说 这个时间 时间 这个是L 除以V 小于T 小于多少呢 V分之2 那L等于VT 也就是说 当你VT等于L的时候 VT等于L的时候 这一点的话 跑到这里来 好 然后呢 时间等于 就是 2L是等于T V的时候 VT 就是 那个线圈跑的距离 是等2L的时候 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线圈 在这个状态 就是这一点在这里的时候 阿宇呢 这一点在这里的时候 就整个通过去的时候 那么他的这个什么呢 呃 磁通量变好为0 就错了 为什么 因为 全部抛进去嘛 那再出来以后 他的磁通量 就减少了 因为他跑到的磁通量减少 所以感应电动是往这边的 所以应该是瞬时针才对 不是0 所以V这个 选项是错的 应该是瞬时针 站在C 他0 小于T 小于V 那就是VT 那就是VT 就是这一点 跑到这一点的时候 就时间从0到 跑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的这个 感应电流 以时间的乘正比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他进去的这个 跑进去以后 他磁通量变化多少 磁通量变化 磁通量变化 我们许大小 是等于DYDT 那跑进去的那个磁通量的话 比如说这样子 跑进去的磁通量是等于这块面积 A 再乘以磁通量变化 面积是一直在增加的 这个面积等于多少 面积A 就等于这个高 高我们叫X 再乘以底 那我们在底的话 我们叫做B 底 这个高等于多少 2分之根号3 乘以底 所以底是根号3分之2 根号3分之2X 根号3分之2 分之那个高 再乘以底 所以这等于 所以这等于 根号3分之X 平方 这面积 所以这个就等于 D 磁场 乘以面积是 根号3分之X 平方 再乘以DT 就是对时间微分 那根号3分之B 这是常数 那S平方 对时间微分就是2X 再乘以X 对时间微分就是 速度V 那再来 这X的话 因为它等速移动 所以X 事实上是等于VT 这样子等于VT 所以这又可以写多少呢 写成根号3分之2 V 平方T 这个是它的感应电动式 是 它说 D 浴室回线等速通过 刚刚念到那里 念到C 感应电流 我C还没讲呢 我C的话 他说 这个时刻 这个时刻 这个时刻的话 它感应电流 也时间是成正比 这个还是在C 那感应电都是算出来 那么它的感应电流 I 这等于多少呢 这个电阻是固定的 是等于H除以R 就等于根号3R 2V V平方T 感应电流跟时间 成正比 所以C这个选项是对的 再来看 第一 一时回线等速通过持趋 等速通过持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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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號3R 2B V 平方 T 現在是平方 R 這是常數嘛 因為他說數要固定 所以事實上這個力量要跟什麼 跟 T 的平方乘正比 不會是定力 所以 D 這個選項是錯的 再來我們看看 E 當 T 等於 2 V 分之 L 也就是說 V T 等於 2 V 分之 L V T 2 V 分之 L 就跑到終點來的時候 這一點跑到終點來的時候 那麼它的感應電動式 感應電動式在這裡 就帶進來就好了 感應電動式等於多少 感應電動式呢 跟號3分之 2 V V V 平方再乘以 2 V 分之 L 約掉 約掉 所以這等於 跟號3分之 L V V L V V L V V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E 這個選項是對的 所以大家應該會選 A C 跟 E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 A C 跟 E 感谢观看